音樂和心底 詞 called Film &錢 好,多謝大家看這集的《0101》 這 male的感覺 今天沒了Kelvin 又沒了阿丁 但又有了我 我帶了一位重量級的嘉賓 先介紹一下,就是何姑 其實我不重量,我是一個內向憂鬱如文靜的作家 身體體重量 剛剛吃完羊腩煲,然後被他誘拐了一起聊天 我剛剛路過的時候,看到何姑 立刻抓他上來和大家聊天 今天我為何會難途折劫何姑上來呢? 我有一個迷思 為什麼呢? 就是關於一些宗教上、聖經上的東西 我知道你是很虔誠的,你是基督徒 其實我是一個野狼 就是虔誠的 其實我不可以說自己虔誠的 只是因為我小時候回到教會 我是受洗了 還要在福音派的播度會那裡受洗 所以我們現在被稱為野狼 我又不是這樣看的 因為不同的宗教背後的理念也有些不同 為什麼我又想真的抓了何姑上來 是 對 沒錯 因為坊間對於聖經裡也有很多謬誤 或者可能有些不可能拿出來說的話題 甚至甚至一說出來就會被攻擊的一些話題 而這些都是吸引的話題 例如聖經會有血腥、暴力、亂倫 嗯 深圳的都是這些東西 和聖戀 我自己的資料搜集 是偏向舊藥會比較多的 對,沒錯 何姑你怎麼看? 其實你要了解一下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版本的聖經 分為舊藥和新藥 那麼舊藥呢 其實你可以簡單說 就是預言耶穌將會出現的一堆書卷 嗯 裡面可能是包括了以色列的歷史 包括一些偉人的傳記 甚至乎可能是一些先知 去面對當時亂世的一些內容 那麼去到新藥 其實耶穌來了嘛 大家是可以得救的了 所以其實相反去到新藥 就是一些解決 你這樣做就可以了 所以其實是兩個性質 嗯 就是你剛才說的敏感的題目 舉例如去到聯倫也好 甚至一些血腥暴力那些 因為它的部分是講以色列的歷史 嗯嗯嗯 那它真的是 哇!兩個國家打仗 那就是血流成河 接著另外 去到伊甸園那一部分 甚至羅亞方舟之後那些敏感的題材 那麼 我會覺得那些是順事 就是如皇帝痴遊那些事情 嗯 其實我自己知道 新藥 是 是 就會多一點點暴力 但是也沒有舊藥 新藥沒有暴力 新藥沒有暴力 沒有暴力 沒有暴力的 是不是 那些語言暴力 語言藝術 新藥 你想一下 其實全部都是打嘴炮的 因為它裡面 大部分都是輸信來往的 那些 舊藥真是血流成河的 大衛殺千千 哇 真的 也是 真的 還要整個 打別人 搶家藍地 那些 哇 全都殺了 很好看 相對沒有暴力 但是就有些矛盾位 就是這樣說 先不說 什麼福音 或者第幾章 第幾節 但是它裡面的矛盾位都多 甚至乎 可能有一些 所謂的懲罰 我們這樣說 你怎麼為之矛盾 神是愛世人的 每次都罵 還要罰到什麼 我們小時候都問過導師這些問題 我們作為父親母親 我們都很愛自己的子女 但是有時候 你都會責備他們 甚至乎有時候都會覺得 就是 我只是說 你也不會聽的 打正愛人 就算不是打你的 也會懲罰你說 你不可以再玩電腦了 你明天一定要早起床 你不起床的話 就要懲罰你 不讓你看電視 就是 這個其實是看你怎麼定義愛 就是愛 是不是完全是看著你做錯事 都說 沒問題的 你繼續錯下去 因為我愛你 就是 看你怎麼看所謂懲罰 就是如果你覺得懲罰 當然是否合理與否 這是我另一個別論 但是 如果我是出於愛 而我的動機是希望 是令你更加好的 只不過就是 我可能要用一些 你未必是最喜歡的方法 嗯 這個可能就是 你會覺得 為何你明明是愛我的 為何你要懲罰我呢 還有 我又覺得 有些 道理上面 可能在聖經 向新約上面 我看得是說不通的 要不要說 來吧 來吧 例如 其中有一張 就是詛咒無花果樹 我聽說 哦 但是沒有結果給你吃 你就是詛咒死一棵樹 其實 他等於 經常都說 信心 沒有行為 是死的 你只是說 我很有信心的 要做 又是他弄死了一棵樹 那棵樹就沒有果結了 這棵樹也沒有果結了 這棵樹也沒有果結了 那是不是我計算 耶穌 我原諒了他 第四十二次 是 就是我原諒多他幾次 我就夠了 接著可以打獲他了 其實你剛才所說的 其實是有部分 你要明白就是 耶穌加上他的門徒 那時候他針對很多 不是有教養的人 全部是不識字的 就是門徒 是的 所以他要用很多比喻 而他用的比喻 他一定是要那些人的生活裡面 是會熟悉的東西 就是如果他突然間 他對著那些人 原來是 連數字也不會計算的 然後你跟他說一些很厲害的理論 是什麼 怎麼樣 所以剛才你說的那些可能 我會覺得 他是用一些 他們當時 容易了解的一些東西 來去符合所謂就是 你要做的 你要悔改的 而更重要的是什麼呢 耶穌黎 是要令到你和家人翻臉的 嗯 這個其實很多人都當時 會攻擊我們的 有的 馬太福音裡面也有些類似的 你要想一下一點 在新約的時候 基督徒是被逼得的 嗯 被通緝的 基督教 是要四散的 是 真的讓人知道你是基督徒的話 可以殺頭的 抱歉不是殺頭 是十字架的 是 我要相信這個教 我是隨時變罪犯的 嗯 然後隨時我爸爸媽媽可以舉報我 然後我可以獲獎金 所以 這個第一個就是 為什麼我們來到 是會讓你 信了教之後 你和你的家人是要決裂的 嗯 是要互相 可能是不可以再見面的 嗯 除非你讓他也相信了 更重要的是 因為那個道德價值觀不同了 嗯 其實更加重點就是 那時候有些人會攻擊的是 為什麼耶穌和一些妓女 嗯 和一些瑞利 就是最低下階層的 最不受歡迎的人在一起呢 這個其實我們如果基督徒的觀點就是說 就是耶穌愛的彰顯 就是一些給你們歧視的人 我們都會愛他的 甚至乎 瑞利的故事很重要的就是 他之後 他信了主之後 他還回了錢給我們 是 當然有些人就會說 喂 為什麼不還息呢 是不是 那時候是不是沒有利息計 這個我們小時候 我們回教會 團體都會問 你只是還回 你騙了假設 我騙了Kelvin一百萬 那些 我騙了你十年 然後 我還回一百萬給你 這十年如果 假設Kelvin拿著你一百萬 買了房子可能 兩間黃寶花園了 已經賺了幾千萬 當然這個也是 開玩笑的 但是更重要的是 其實 要知道 在新約的前期 因為那時候 以色列其實已經忘了國 那時候是被羅馬去管制住的 而那時候 彌律那些 擺明就是不破你們的 一定是要抓你的 或者搞你的 甚至乎耶路撒冷 是因為這樣 所以是 福亡了 整個城都不見了 也都是因為 大家對耶穌的定位不同 所以其實 如果我們現在重新去看新約 究竟你定性耶穌 當然我覺得 他是神的儒子 但是在那個年代的人 當他是王 以為他可以帶領他們 搞革命 去推翻羅馬政府 所以 發覺 他裡面 有部分的記載 他也說 我不是王 我不是要把你們 現在 在現世當中 去對抗霸權 或者我這樣整理一下 先說到這一部分 因為在馬太福音 比較多 例如馬太福音 第十章 大概說到 你們不想我來 因為地上的太平 如果因為我的降臨 就會令到他不太平 甚至會有地上動刀動槍 然後整個城都沒有了 而且我來到的時候 因為聖經是很有趣的 是一章一節的寫出來 沒錯 第十章第三章 甚至說 因為我來 是叫人與父親生疏 女兒與滿親生疏 就是你剛才 如果你剛才這樣解釋 又好像似乎說得通一點 這個道理上 就沒有那麼謬誤了 因為我來可能是因為 當下的社會環境 又或者宗教的信仰 因為你相信我 但是如果我來了之後 你爸爸媽媽可能不喜歡我 我就會有機會 會令到你和家人決裂 或者疏離 沒錯 其實新約真的有多少 挑撥離間 搞事搞非破壞 家庭幸福 其實我會覺得 新約是給你一個解決 這個答案就是 你要得救 唸得救本符恩 就是恩信清義 你知道信就可以了 但是很多人都會說 咦?為什麼有些人說天堂他有份 但是他做了這種壞事呢? 這些 我們小時候都問過一些問題 是 何謂得救 嗯 得救的意思 其實不是說你 立刻 蒙一聲 由黑變白 或者由什麼 其實是你有一個 可以說是一個方向 甚至乎有一個方法 令到你怎樣可以去到天堂 嗯 在聖經裡面 是沒有天堂這個概念 嗯 天堂其實如果在聖經當中 最出現多的是樂園 嗯 樂園這個名詞是什麼意思呢? 其實最主要我們會用的是 在十字架的時候 嗯 有兩個在耶穌旁 有一個是 就是那兩個強盜 或者是什麼罪犯 他們不知道 因為他們沒有正式說他犯了什麼罪 但是總之都不會輕的了 哈哈哈 就是那時候 羅馬是用到十字架這個刑罰 是 都不只是偷人一隻雞這麼少的東西 嗯 但是 一個 在人世當中 覺得他是窮空極 惡到要真是 去到極刑 都可以因為一個瞬間就是他信 或者他覺得 他對這個宗教好奇 接著耶穌就說 可以了 你和我在樂園那裡 嗯 樂園就是代表所謂我們現在很廣泛的天堂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 你死後能夠和這個主 就是我們信的耶穌在一起 那就是等於天堂 你和他隔絕的 那就是所謂地獄 而地獄這件事情 其實 當然我們在聖經當中有很多接近的描寫 運動 但是 絕對不是煉獄 嗯 這就是我們基督徒和天主教徒最大的分歧 就是煉獄這件事 是很 你根本無法解釋 它很浮視 很歌 很神曲 整件事 究竟是將你的靈魂淨化 還是什麼呢? 其實我覺得 為什麼會有天堂和地獄的概念 應該是源自於神曲 也不止 也不止 我想應該這樣說 近代我們會去追溯天堂和地獄 我想最容易接手的應該是神曲這本書 其實我們不如說回 舊約 我們經常解釋 就是他預言耶穌再來 嗯 其實我們如果相信所有歷史的源頭 都是源於伊甸園 嗯 OK 其實我們整個故事的結構很簡單 你 是 所以 引誘了男 為什麼真的 如果有人就會說 女人 是 令到男人犯罪 是 所以被神逐出伊甸園 是 整個過程就是找回家的路 是外回家的朋友 是 你離開了伊甸園 然後找回一個方法 回到神的樂園而已 是 神 他當天懲罰了阿當夏娃 然後他說 唉 我用兒子 我犧牲兒子 給你一條血路 嗯 可以 侵著這條血路 可以回到樂園 嗯 其實整個過程是 一個很連貫的 但是 我有一個問題 先撇開新舊日 好像剛才我們說的伊甸園的故事 其實 我又想不明白 為什麼耶和華 又不是很想 阿當和夏娃 知善惡 因為他們吃了 沒錯 我小時候 都是非常搗蛋的 我問過這個導師 喂 他說了給這個自由醫治我的 沒錯 為什麼不可以讓我吃那棵樹 那我們小時候 如果是回團契 到這一部分 我們就會準備一杯 很熱 很熱 很熱的水 這裡沒有 哈哈哈哈 很安全 很安全 剛才為你打火 剛剛我調到最滾的火的時候 嗯嗯嗯嗯 就吃吧 是 立刻吃吧 我不是不讓你吃的 先休息一下 立刻吃 不行 真的嗎 不行的 你不可以現在吃 不是啊 你給我自由 我現在最熱的時候 我照樣拿一塊羊腩來吃 是 喂 唉 我愛你 我說你不好吃 因為你還沒準備好 是 因為現在是90度的 高溫 你吃這塊羊腩 辣了條尼 辣爛 辣爛這個口腔 嗯 不行 我有自由意志 為什麼不讓我吃呢 這個比喻 我不敢說是適合 但是我們小時候的導師都會用這個比喻 就是 當夏娃那時候 是不是準備好去接受呢 我有這樣想的 就是我人性化一點 去想就是 當夏娃不會是耶和華去做決定的 而可能是當夏娃和夏娃自己去做決定 我覺得我已經準備好 那就出事了 所以之後他們要 有機會出事 原本我們不需要穿衣服的 是 他們知道醜了 吃了之後馬上醜了 其實這件事情 明明很明 或者我用現在的新的 新的一個說法 就是 就是 你一下子 突然間 要 有很多新的訊息 是 如雷罐頂這樣 砰砰砰 全部下去 你接收不了那麼多訊息 你就出事了 這些 這個我覺得 都 說得通 如果是一個父母的角色 因為其實在講的 耶和華 可能是父母 因為 有些 可能是沒有的 是 另外有一批神話 會質疑 以前的神應該是女性 當然 我們這些傳統的福音派 就一定覺得 這個是阿巴父 這個是上帝 這就是另外一些 我就覺得 不是很關你們的宗教事 為什麼 因為 你說女神 最壞都是我們的 不關事 我們這些 就真的吃了禁果 我們看看幾些獎膳 哈哈 其實 有一個很吊詭的位置 我也問過 就是 阿巴拉罕 嗯嗯嗯 那 真的 她竟然是 受到的祝福 她是要生養眾多 嗯 不斷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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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巴拉罕真是最生得 但是 生養眾多 這些其實應該是女性的 嗯 哈哈 是啊 她應該說她開枝散葉 是啊 她多種 但是問題是她把她的兒子 去獻祭 對 這個也是 但是 這裡又是一個 有一個迷思 嗯 就是 拿自己的兒子 這就是考驗你對神的信心 那當然 然後我們小時候就去問導師 那她真的騙著兒子 不是 她沒有騙過兒子 她跟兒子說 神有準備 是 嘩 這句很棒 我們現在 這些語言藝術 不是 這些是萬能師 真的 我 沒有飯吃 牧師 不要緊 神有準備 好 一說到醫療園 其實又撇除了新藥和舊藥 我們休息 回來 繼續醫療園 休息一下 先休息一下 OK